近段时间一来 随着虚拟货币的持续走低 显卡市场可谓是遭受到了巨量矿卡的冲击 不少矿卡均是跌破了起售价 而N卡和A卡的加固存爆仓 因而NVIDIA和AMD的日子并不好过 股价几乎是出现了蓝瑶式的暴跌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 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其实翻译全球来看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显卡的行情都是极其不稳定 相较于以往的价格上涨 现如今剩下的只有不停暴跌 而根据Thomas Hardware的消息指出 从统计的价格数据来看 自2022年年初到现在 无论是N卡还是A卡 新卡还是老卡 价格平均都下跌了40%到60% 换算成价格就是下跌了5000到7000元 然而到目前为止 30系新卡的售价仍是高于建议零售价的 只有注入像RTX3080Ti RTX3090和RTX3090Ti等顶级显卡 才是处于破发阶段 至于A卡则是全新的产品 几乎都是处在了原价以下 只有RTX6800系列的售价 才留为偏高 但放眼二手市场 价格下跌就比较明显了 与今年的1月份相比 半年时间二手价格 就平均下跌了57% 而每款显卡的降价幅度 均是在50%以上 其中RTX3090的降价幅度最大 达到了64% 而RTX3080 RTX6800和RT6600XT等 其降价幅度都是在60%左右 如果在单卡6月份的话 无论是N卡还是A卡 价格都平均下跌了14%左右 这完全是近两年以来的市场器官 而受此影响 根据VDcast的消息显示 与矿潮最火热的时期相比 AMD的公司股价 已经从峰值每股 161.91美元跌至了每股73.67美元 直接是暴跌了54% 而NVIDIA公司股价 也已从峰值的每股333.76美元 跌至了每股145.23美元 同样也是暴跌了56% 当然针对这种蓝腰式的暴跌 苏妈和老黄并不是没有想法 RTX6 AMD方面就推出了 全新的Razer Game裤码包 以搭配游戏的方式来出售显卡 而NVIDIA则是直接降价销售 但目前来看效果都不太明显 所以玩家的我们 如果还是不满愿意继续做等等党的话 那么显卡的价格 还将会出现新一轮的暴跌 甚至重现几年前 显卡论金脉的盛况 等到那一天 天上不知道又会有多少空中飞人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印前 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一强 我们下期再见